好 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华山的弟 今天我的这个标题呢叫 超级服务与生活 因为我自己离开华与华的 这个日常工作的运营呢 到现在其实也已经 应该从10年算起吧 已经12年了 在12年 这个华与华在华板的带领下 一路高歌猛进 一路高歌猛进 给我呢赢得了这个 生活的时间 刚才有人说 华板天天骑车 说我打不过他 他骑的是假的单车 我告诉大家 我骑的是越野摩托 天天骑 还撸铁 还跑步 要打架 我还打拳击 所以呢 今天给大家讲这个 讲这个 超级服务与生活 服务与意义的结构 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结构 这个基本呢 实际上也是唯一结构 服务和意义 是一对孪生兄弟 他们在什么时候出生呢 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证据呢 大概是在四百万年前的一个山洞里面 这个山洞里面呢 那个山洞呢 都不是现在自人的遗址 而是某一时期的这个直立员的遗址 那么这个山洞里面是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呢 大概大小我不知道 大小不知道 因为看那照片没有参照物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是一个人头 人的头的一个形状 中间呢 有三个孔 分别的是眼睛和嘴 要有像现在一个三岁小孩 你要让他画一张脸 他就大概就是这么画一个圆圈 然后在中间点两个点 下面再点一个点 这个 这件文物呢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件艺术品 它是天然的 它是原人 把它从几十公里之外的河滩上发现 然后把它搬过来 可惜我今天没有在这个PPT上面放那张照片 我们说 一个狗 它看到一个符号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反应 它不会有反应 而一个人 我经常把那张图片拿出来给任何人看 我说你看这是什么 它不会说这是一块石头 都说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张人脸 就是 人看到符号的时候 符号已经脱离了 它那个视觉的 听觉的刺激 而产生了意义 而产生了意义 那么 符号和意义的结构 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结构 基础结构 对 我后来把它 一开始我写唯一结构 因为这个结构它后来 扮演了各种结构出来 然后我把它改成基本结构 我觉得也不对 最后我把它改成了基础结构 它是人类世界的一切的基础 就是 人 看到符号 接受到符号的时候 脑袋里面会自然产生意义 而且人也创造符号 创造出一个符号来 立刻赋予它意义 那么 符号本身 是什么 符号本身 我们怎么去定义符号 符号呢 就是稳定的持续性刺激 稳定的反复刺激 它就会变成符号 就是 如果你被 一个东西刺激一下 那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时候不会产生固定的意义 但如果又被刺激一下 它就会马上产生意义 这个意义就会稳定下来 你第一次看到一个符号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一个美国人第一次看到金元宝 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金元宝没有在第一次刺激的时候产生意义 但是金元宝会在持续的刺激当中 你不用跟它讲 你不用跟它讲 在持续稳定的刺激当中 它就会理解它的意义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学说话 也是一样的 父母发出的这个语音 对它就是刺激 这个刺激必须稳定 必须稳定 当这个稳定的刺激 反复刺激它的时候 这个语音就变成了符号 而且一旦变成符号 这个符号就有了意义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要在开张摆里面讲这一段呢 因为方法来自于生活 超级符号是来自于生活的 它和 它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命方式 有人在讲说 经常有人问我 说这个划野划方法 你们这个超级符号 你们划野方法 在适合这个行业 适合那个行业 有没有不适合的行业 我说没有 没有 因为没有哪一个行业 不是按照这套逻辑在形式 任何一个行业的底层逻辑 都是符号与意义的结构 任何一个人 你每天做的这个事情 都是依据符号与意义的结构 你没有一分一秒 一时一刻一地 能够超脱于此 所以我说 符号方法与生活 只是我们为了命名这些事情 然后有意地把它割裂了 有意地把它割裂了 事实上方法与生活 它没有割裂 它不仅没有割裂 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经常有人讲 说他要学超级符号 他要学华尔华 他要学读课 他要这 他要那 我觉得超级符号是学不到的 我觉得一个人 不管他多用心 不管他努力 多努力 他是学不会超级符号方法 他只有按照超级符号去生活 他就不学就会了 天长日久 他自然就会 就好像孩子学说话 不是那个 我们家老大长到一岁的时候 他想 快一岁了吧 他想 不行 我要学说话 然后他就开始学 有吗 没有 他是自己就会了 慢慢就会 但你要 所以方法在生活中的后半句 是生活在方法中 要学 你看这个东西这么高效 这么有用 这么牛逼 你以为你可以去学它 不行 你要按照它去生活 你要按照它去活 我经常在读课的时候 我经常讲一句话 我说大家要学习这套方法 我教大家一个窍门 就是每次来到十字路口 就像回到家乡 因为在十字路口 是符号最强烈的一个地方 符号的信号最强烈的一个地方 红绿灯最简单 最朴实 而且又最性命攸关 你到这个地方 你就感觉一下 自己回到了家乡 来到符号的故乡 你要知道 你其实走在别的地方 也是一样的 你反复去体会这个 反复去体会这个 所以我说 这套方法不是能学的 不是能学的 而是能身体力行的 学是学不会的 你把它当作课题 当作一个理论去学习它 我认为你永远掌握不了它 你把它当成生活本身 你很快就会掌握 因为你一旦把它当成生活本身 你无时无刻 你都不看到 这个世界在印证 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印证 符号和意义的二元结构 在不断地印证 你发出信号 你就能够改变人的行为 所以第二句话是 生活在方法中的 是一个主体 是我生活在方法中 我浸泡在方法中 我的人生 就是方法的人生 现在我在讲工作与生活 很多人问 说哎呀 这工作与生活怎么平衡 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注定要劳累 你就注定要劳累 你就注定是疲惫不堪 因为你企图去平衡 两个不存在的东西 两个不存在的对立 你以为它是对立的 你要去平衡它 你怎么平衡 工作与生活 事实上是被人为的割裂的 被人为的割裂的 从历史严格来讲 是工业革命以后 工业革命以后 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 分离了 对吧 以前都是小作坊 以前都是男跟女子 所以说 一个农妇 一个农妇 他们家的地 就是围绕着他们家的房子 对吧 所以他们家的 那个男跟女子 织布的那个地方呢 也是他们 就在他们家的厅堂 工作与生活呢 是在同一个地点 它就没有割裂 它就没有割裂 后来呢 工作地点与生活地点 割裂了之后 人感受到了什么 人感受到了被异化 工业革命之后 人感受到了被异化 有两个天才 指出了这个异化 对吧 一个卡夫卡 写了这个变形记 我不是我了 我是工具人 那是第一个工具人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卓别林 排了摩登时代 看到人在那个 机器的齿轮之间被夹着 那就是被异化 但这是不是真实现象呢 这不是真实现象 因为他们在那个早期的时候 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割裂的时候 确实对人造成了这样的困扰 但是我们今天回来 我问大家一句话 就是你能找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吗 你是找不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的 不是说我进入这个办公室这一角 跨进来这一角 我变成了工作人 跨进来这一角 我变成了生活人 那个生活才是真到痛苦 真的是痛苦 所以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工作 我们讲消费者原话 我们要研究消费者行为 研究在研究那 这样我们研究的是什么 研究的是别人的生活 对吧 我们的工作是进入他们的生活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 我们的生活里面 又全部都是别人的工作 我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多少只纱 上面印了什么样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帮子人在那里 熬根首页 绞尽脑子的 想怎么让我穿这件衣服 穿得舒服 对吧 我的生活是别人在研究 我去研究别人的生活 这样我的工作就是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事实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 从方法到生活之间 没有界限浑然一体 工作到生活之间 没有界限浑然一体 一切都是浑然一体 一切都是浑然一体的 在这当中 我永远有一个主心股 不管是工作 方法 生活 还是其他的一切 都有一个主心股 就是我知道 这个世界的基础结构是 符号和意义的结构 有符号就有意义 有意义就有符号 而且所有东西都可以拆成这两半 都是这两面 不是两半 它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东西 它是两面的 一面是符号 一面是意义 符号供传播 意义是接受方对它的解读 而且我知道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工作与生活 本来没有界限 是我们人为地把它画了界限 画了界限之后 就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 方法与生活也没有界限 画了这根界限 你就永远掌握不了方法 不画这个界限 你就立地成佛 你就可以马上掌握这个方法 然后用这个方法 我说 我经常讲 你要练习这个方法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方法去解释一切 你看到的 你目光手机 你听到的 你看到的 你用方法去解释它 你每次用方法去解释它 你的功力就增一层 然后你认为 一定是回到办公室 在电脑桌前 我才去用方法 那你永远掌握不了这个方法 永远掌握不了这个方法 如何叫浑然一体的活 就是工作 我是按照这个理论去工作 我是相信这个理论 生活 我也按照这个理论去生活 我相信这个生活 至少在我二十年的历史里面 在我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没有出过差错 每一次都印证了 这道方法行之有效 所以去年开始 我开始自己经常说这句话 就是浑然一体地活着 浑然一体地活着 就是到哪儿都是这个样子 到哪儿都是这个样子 这反而 不是反而 这促成了 我成为了 我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自在 越活越放松 而且是越活越成功 当然这个成功的背后 关键还是在于 有华板领导的 华也华全体同仁的努力 可以让我 一失无忧地去想这些 但是 这个华晨大地 其实也办了点事 我跟各位网友汇报一下 其实我自己创办和 并且有一家上市公司 我们是上市公司董事长 绝对大股东 但是任何时候 别人介绍我的时候 都说 这个这个这个 华真的地 因为 因为中国有 有四千多家上市公司 我是其中之一 但是华也华只有一个 最后呢 我给大家 汇报一下 我今天下午七 今天晚上七点钟 还有一场直播 还有一个发布会 我为什么说 我 可以浑然一体地活着 或者用方法 用方法工作 用方法生活 我还想告诉大家呢 我还用方法写诗 用超级符号方法写诗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对我自己写作的 这个过程 或者这个事情的 一个 一个描述 就是指认符号 与意义的结构 听起来有点 有点那个 有点拗口 有点拗口 指认符号与意义的结构 我认为这就是写诗 不是去抒发感情 要漂洋过海来爱你 我想讲的就是 我自己 就是按照我刚才 跟你们说的那样 去做去活的 我甚至 这样去写诗 用超级符号方法 因为超级符号是A面 它的B面就是诗歌 它的B面就是诗 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刚才已经有同事在谈到 超级符号方法 就是让一个陌生的品牌 在一届之间成为 亿万消费者的老朋友 其实你们引用的时候 引错了 最后一个词是老朋友 就是一个陌生的品牌 在一夜之间成为 亿万消费者的老朋友 超级符号解决的 是不是从陌生 到熟悉的过程 他原来不认识你 你也没出现在他眼前 但你一出现 他觉得乖乖 好哥们 好像跟你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已经有感情了 因为符号他认识 他认识的是符号 符号就传达了意义给他 说这是老哥们 这是老朋友 雪王以前的logo 谁也不认识 描述不出来 但是当他变成雪王之后 他一夜之间成为了 亿万消费者的老朋友 对吧 我们用超级符号方法 是不是干了无数这样的事情 就是 用符号去传达意义 用符号去传达情绪 用符号去表达信任 表达价值 表达我们想表达的一切 都是通过符号 写诗呢 是一个立香而动的事情 它是让熟悉的东西 变得陌生 就是驱除这个视觉现象之上的 符号的遮蔽 我们 大家现在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你觉得这个会议室熟悉吗 非常熟悉 我相信 我们所有人走进任何一个 类似这样的会议室 都会很熟悉 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如果你走进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凳子 你会怎么样 你会在你坐下 你觉得这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而且一般来讲呢 那个凳子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坐 你走进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有一张凳子 你就坐下来 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陌生吗 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如果这个房间没有凳子 你会觉得奇怪吗 你也不会觉得奇怪 你就站着呗 或者你坐地上 对吧 但一有这张凳子 你会去坐那张凳子上 这个凳子就是 一个请坐的符号 对吧 因为你为什么知道 它是一张凳子 因为它符合了 所有凳子的符号要素 对不对 它有一个面 它至少有一个 比你膝盖高一点的面 这样的一个器具 它是一个符号性的器具 它告诉你 请坐 然后你就说 有人 你听到那一声请坐吗 你没有 你反正就坐下去了 这就是熟悉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写诗呢 就是要把这个熟悉的世界 变得陌生 让你看到真相 让你看到真相 就是 这个时候 你本来 作为一个符号世界的人 你是站在地上的 走进去 然后在凳子上坐下来 作为一个写作者 或者阅读者 你不仅站在地上 你还飘在半空 你在看着这件事情 你要看见你 坐在凳子上 你想 这怎么回事呢 你不要觉得 这天经地义 因为这件事情 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凳子方面 没有多少年 而且 这个事情是个 很牛逼的事情 一个人走进一间 房间 看到一张凳子 然后他就坐下来 这是一个 无比 失忆的事情 这是人类文明的美 所在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最高的美 所以呢 我是用这个 所谓说 我用超级符号方法来写诗 其实呢 也就是说 对我 对我自己所信任的这一切 建立起来的 我所相信的这一切 我既用它去工作 也用它去生活 也用它去写说 就是它对 所有这些东西 对我来讲呢 它是浑然一体的 不割裂的 不割裂的 那么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先练一首 先练一首 那么 接着刚才 为什么要取凳子 来当凳子呢 因为我真的要 跟大家讲一下桌子 这个诗叫 今天买了一张桌子诗 因为我的 我的习惯呢 是第一句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诗 就成为这一个 就成为这种诗的名字 今天买了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 一张桌子啊 就要向你强调 这个事情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这些事情是很奇怪的 不要认为你 日常做的这些普通的事情 是普通的事情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很奇怪的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不可思议的 你手里面握着一束圆柱笔 这件事情就是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早上起来穿衣服 这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些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 今天接触的最璀璨的结果 成果物吗 成果物 它有四条腿和一个平平的桌面 这就是所有的桌子 当然也有三条腿的 也有八条腿的 它有四条腿和一个平平的桌面 它为什么要有四条腿呢 它为什么要有个平平的桌面呢 如果它桌面是尖的 它还是桌子吗 它就不是桌子了 美妙的桌子 它中午开始站在客厅 那是中午买回来的 一动不动 桌子不会动的 直到晚上的时候 我看到它 上面已经放了水杯 帽子 钥匙 和一盒纸巾 它使它们停在 顺手可以够到的半空 是帮你扒开 符号及其背后的意义 桌子的意义是什么 桌子的意义 就是最后一句话 它使它们停在 顺手可以够到的半空 这就是桌子 如果不是有这个需求 不会有桌子 那我们可以所有东西都放地上 这个水杯 帽子 钥匙 纸巾 放地上它们有没有用 桌子解决的就是 把这些东西出现在 顺手可以够到的半空 就是桌子的本质 是改造空间 凳子也是改造空间 桌子的本质是改造空间 有一天我出机场 出了登机口的时候呢 刚刚走过那个长廊 就看到有一个姑娘 拿着一张牌站在那里 接某某某人 对吧 经常看到吧 她为什么站在那里 是因为需要这张纸 停留在那个半空 她又站在那里 要传达这些 她那天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我让这张纸停留在半空 有时候后来我们就有了 那个什么 水牌 对吧 水牌放在电梯口 今天欢迎某某某 历临华野华参观 如果没有那个水牌 肯定有个姑娘在那里 在那里半空 这都是对什么 空间的改造 对空间的改造 桌子就是 人类改造空间的一首诗 这就是写诗 就是破除或指认 我前面想的叫 指认符号与意义的结构 把它指出来 超级符号做品牌 不用把它指出来 你只用使用它就行了 那我们写诗呢 我们把它指出来 从此 通过这个指认 你以后再看见桌子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以前的桌子了 你对它理解就更深刻了 而且你再放一杯水 在桌子上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人类文明创造的 一个美妙的现象 一个美妙的世界 所以诗在哪里呢 诗就是无时无刻不在 在任何一个大的东西里面 小的东西里面 看见的东西里面 看不见的东西里面 摸得到的摸不着的 都是 但是要把它写出来是很难的 我这本诗集大概 好像他们说是 收了238首 但是整整写了30年 算下来平均一年多少首 十来首 平均一个月一首 如果一个月一首的话 那太牛逼了 但不是的 只是有时候 有一段时间 状态我写的集中 所以最后借华语华 三万流量 我们打个广告 今天 晚上七点钟 我自己七点半也会上线 有人写诗发布会 在频繁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失忆地活着 特邀嘉宾 著名诗人 于坚 杨黎 主持人 我的好哥们 林东霖 那我的封面 封面也是很流鼻的 用了很多工艺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